哈喽大家好我是老李 在上个月岸元出完帝国之权的原体多恩以后呢 这个30k时代的星际战士就顺势而来了 最近的话呢是出了四波 一套战术小队 一套掠夺者小队 跟一套工程小队 以及四个单体 当然最近还有40k DA死翼 跟赎罪者机甲的新玩具 那咱们呢先来看一下 这个30k新系列的一个表现 首先在造型上呢 由于30k跟40k之间 整整相差了一万年 所以说在造型上呢 显得是更加的复古 然后就是由于之前的官图效果 可以说是过于炸裂的一个表现啊 使得呢大家对于这个30k系列 都抱着一些美好的幻想 而显然玩具到手以后啊 就跟咱们约会之前 看到对方开了美颜的照片一样 照片仅供参考 请以实际为准 那现在呢 咱们就来看一下 这次的细节刻画 首先的话是这个战术小队 在涂装方面呢 就是帝国之权标志性的黄色 边缘处呢 有一些橘黄 作为阴影的刻画 立体感的呈现呢 还算是可以 然后表面的话 不知道是生产过程中 哪个步骤没有弄好啊 身上呢 总有一些脏脏的东西存在 就好像是这个玩具 被玩旧了的感觉啊 并不是自喜那种 真实的做旧效果 还有呢 就是部分零件的涂装 简直就是得到了某财团的真传 你甚至可以看到成型色 跟喷涂零件之间的色差 这个咋说呢 咱好歹歹来藏消光啊 对不对 然后相较于这个 略显尴尬的涂装效果啊 这次在可动方面的设计 还是有一些亮点 那么30K这一套大腿的腿甲呢 比40K那些要短上一截 所以说呢 这也就带来了部分的可动提升 同时细关节的遮挡效果 也比老款做的是要美观很多 基本上各种战斗pose 随手一凹 就能表现出非常自然的效果 那么作为星际战士 这种铁桶的角色 能有这样的可动能力 我觉得还是相当可以的 再来呢 就是这三款工程小队 他们最大的视觉特征 就是都带着一个很大的盾牌 然后他们的这个盾牌 在手柄抓握的同时呢 还加入了一个手臂上的套环 在这种双重加固之下 就使得这次的大盾牌安装 是相当相当的结实 然后这个工程小队 跟掠夺者小队的造型呢 与这个战术小队是差不多的啊 可以说大同小异 所以说咱们就不做太多的一个介绍了 那接着呢 是这四个单体的玩具 分别是牧师执政官 第一勇士 蓝恩跟这个军团执政官 这四款的话呢 首先在身高上 要比刚才那些普通的星际战士 高上一块啊 再搭配上多种的装饰跟武器 在气场上呢 确实是显得不同凡响 然后在素质方面的话呢 分色还算可以啊 但是呢 由于表面的杂质较多加上消光给的不太充足啊 所以说整体的话还是会显出一些塑料的感觉 那么这里头呢 也是这次整个30K里所有产品里做的最好的一款 就当属这个拿锤子的牧师执政官了 第一呢 是它的阴影过度做的特别顺畅 特别自然 然后呢 表面的杂质也相对较少 看上去比较舒服 再就是消光给的充足 没有任何塑料感的出现 可以说这款的素质呢 明显要高于同类的其他产品啊 区别的话呢 大概就是真骨雕跟普通SHF的差距 我猜测应该是代工厂的不同 导致了这种素质的差异啊 总之呢 反正最好的就是这一款了 好 那么这个30K最近出的产品啊 就是以上的这些 接下来呢 咱们就看一下这个DA死翼新品的表现 死翼的特征呢 一个是战团全部穿着着这种壮硕的终结者铠甲 再一个呢 就是甲的颜色并不是大部分DA的塔利班绿 而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浅黄色 当然了 在其余的装饰部分 咱们还是可以看到经典的绿色存在 然后在动力甲上呢 是一个全涂装的效果 漆面非常的扎实 并没有什么塑料的感觉 阴影部分呢 采用了红棕色 来做出一个比较自然的过渡效果 然后这套的消光 那给的是非常的足啊 所以说它的质感 我觉得是我玩过的啊 终结者甲里做的最好的这么一套 然后就是死翼这套的关节设计 相较于老款的终结者 也是做出了强化 主要是大腿的部分 变成了金属关节 那么其余地方的紧实度 也有所提升 然后在可动上的话 表现也是非常的优秀啊 在如此庞大的造型之下 能有这样的表现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最后咱们来看一下这套 非常个性的赎罪机甲 大家看到这个风格呢 有没有一点 90年代麦克法兰玩具的那种 叛逆硬核的气质啊 那么这个赎罪机甲的话 甲如其名 就是惩罚罪人的一种刑具 兼顾机甲 那么这次是出了 一男一女这么两款 首先在人物的涂装跟造型上呢 可以看到两款啊 都是采用了一个 没有血色的病态的肤色 来强调那种痛苦 跟生不如死的 那么一种状态 然后表面有做出一些 简单的阴影 消光的效果膝呢 也给的比较充足 整体的一个质感的话 还是很不错的 女性这边的服装 褶皱效果也做的比较自然啊 并且呢可以看到 透过衣服的破口 露出了一些皮肤的部分 那么这块也没有任何 一期的情况出现 这样的品控呢 还是非常合格的 然后就是机甲的这个可动 也是可以啊 关节的分件不少 紧实度也十分过关 整体来说 这两款的素质 确实还是很高的 在这一波里头呢 也属于是一个精品了 好 那么最近啊 暗原战锤系列的新品 就是以上这些 那除了30K系列 比较拉胯 让人很难满意之外呢 其他的款式 我觉得素质表现都是OK 那本期 咱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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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